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我的那个上下铺的段子 觉得很受启发什么的 跟自己的老公也要当兄弟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度 就是这个度需要好好的平衡和把握 这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的课题吧 其实婚姻是有很多功课要做的 比如说陪伴 其实斯文有一些时刻我都没有陪到他 对感情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生重大的时刻 或者痛苦的时刻 不要去缺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吧 我觉得生活上可能就是 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件事情吧 然后包括在事业上讲脱口秀也是 现在讲 我觉得观众只想听听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你讲别的可能观众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然后 你最近讲了吗 讲了 然后他们都不听吗 听啊 我说讲可好了 但是我做了很多心理建设了 你觉得这个社会对离婚的男人会有什么偏见吗 和压力吗 对我这种会有啊 就是 他不是离婚 离婚也要看离婚男人的类型 一种就是觉得你 不够好 配不上 你就不够努力 所以你就 你就会离婚 再一个就是觉得 好你现在是不是红了 然后什么 还有一个挺好笑的是说 你跟斯文离婚是因为斯文现在不好笑了 反正是 有很多 因为大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嘛 所以还挺 挺正常 你知道问我最多的什么 是啥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 给我发微信说 你知道吗 最近抖音上刷到了你的娱乐八卦 你跟程璐真实的离婚原因 是因为你有了外遇 那个外遇的人好像姓梁 我说是梁海元吧 我说好像是梁海元 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寄来了 很多安慰的礼物 有人给我寄 这么好 对啊 那什么 我只有收到一些安慰的私信 有人给我寄什么鸭子 那种 有那种降压什么的 还有人给我寄什么 他是想告诉你不要嘴硬 还有人给我寄那个 桃子什么的水果 为啥就没有人给我寄 我的粉丝朋友们 我也需要一些安慰的 这是我的平时的朋友了 我的平时的朋友们 如果你在看节目给我寄点好不好 其实我俩 最近的聊天或者什么的 也是跟原来其实差不了多少了 还是会看到一些好笑的东西就发给对方 我觉得一直会把自己很多人生的很重要的东西跟对方分享 然后一起去参考也好决定也好什么的 所以 对我在淘宝上看到适合他的衣服还是会发给他 这个很适合你 对啊 只是需要我去下单而已 对啊 对啊 原来多了 没有人给他买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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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啊 反正我觉得我俩是 是一个是真的好朋友 然后我不觉得这是那种虚伪的说辞 如果是鲁瑜老师 他就会 我不信 那你就不信吧 我觉得婚姻感情这种事情它是很重要 但它并不是生命中的唯一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找到真正让你开心的 不管是事业也好 或者其他爱好也好 或者是感情也好 不用太执着于一段关系 或者是某一个人 我其实挺想说的是 我俩给大家提供了一种婚姻生活方式吧 就是上下铺的兄弟这种 觉得大家可能很喜欢 或者是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我俩也 因为这种方式而分开了 其实观众真的没有必要心疼我们或者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肯定都是不容易的 这是一定的 然后只要希望我们只要在舞台上出现 你们就可以笑啊 就可以鼓掌啊 就可以开心 这是我觉得做喜剧 做一个专业的领域 希望带给大家的吧 搞得像恋爱环节一样 多尴尬啊 这是什么场景设置问题 已经太久没有给人写这种纸条了 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怎么这么长啊 真是信啊 好兄弟一辈子 如果需要任何帮助 Yes I do 成禄 成禄 见字如面 哈哈哈哈 不知道为啥非要写信 明明我们还有微信 就不能私下聊嘛 那啥 现在这时候吧 我就希望你比赛加油 毕竟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笑的男人 我们第一次聊梦想的时候 你说你想当脱口秀明星 我觉得你可以的 实在混不下去的话 我还是可以借钱给你 总之有我在 你的前妻四文 结婚七年后就会变成这样 听说了吗 这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了 什么破公司啊 那我俩怎么办 我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 你 我刚又问了 你们这种已经结婚了 可以破例 啊 破例 这可是公司规定啊 怎么能破例呢 对啊 我刚又问了 公司考虑到你俩的情况 现在改规定了 现在办公室必须搞恋情 蛤 怎么这样 那我再去找就好啊 那我也再去找一个 兄弟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老板这次急了 亲自县令你俩不许分开 必须在一起 蛤 什么破公司招令乞丐 就是让人白高兴一场 哎 我想到了 我也想到 李石 來吧